哈啰 大家好 歡迎收看 不是Ryan吉他指南 今天我們在樂手掃 我是迷霧小진 Ryan 然後我是迷霧小진吉他手 然後平常就是 自己開了一個頻道 然後喜歡開箱一點器材 然後教一些條通的 對 小技巧這樣 我印象我第一次好像是在 可能快十年前了 我去逛那個 在世貿二館的那個 樂器展 對 然後那個時候 當時Yamaha就有一整排的就是 他們第一代的印象 然後我一試就是 哇賽 因為我以前真的沒有看過這種 就是技術 然後其實我個人 自己在家也是用 THR的一代 我調到習慣主要是 一定要先把音箱調好 對 因為音箱它是最後一個部件 那它影響的音色成果是最大的 因為我習慣把音箱作為 所謂的Paddle Platform 就是它是一個發出聲音的部件 然後我盡量不要在它上面產生破音 那這樣子我就可以把我所有的 Delay Reverb 放在前面 這些我Delay Reverb 也不會糊掉 所以我一定會先把我的 那個基底音色調出來 然後我就會再來調整我的 破音效果器啊 或者是壓縮效果器 這兩個東西調完之後 才開始動我的 可能破音前面的 最前面的 EQ 效果 然後整體音色聽起來不錯的時候 我們再開始動 Delay跟 Reverb 增加一點空間感 那我比較推薦的條法就是說 先找到就是 你比較喜歡的基底音色 比如說我喜歡就是 比較美式然後 比如說2x12的 然後低頻蠻多的 然後聲音蠻平均的一個音色 那我可能就會選擇說 它的 Classic 那我就選它 Clean 就是它最乾淨的這個效果 然後接下來的話 我會把所有的就是 EQ 全部器中 然後開始調整我的 Game 來抓那個 就是對於手的 那個 動態反應 我希望這個 Game 可以讓我的動態 保持在一個有彈性 有比較QQ的tone 的範圍裡面 然後到了之後 我再開始針對我的 EQ 做調整 假設我覺得 聲音不夠 重的話 我會開始調整個 Bass 然後假設我的聲音 需要 少一點那個 濃濃的鼻音的感覺 我就會調整個 Middle 把 Middle 調少 這樣子 如果聲音比較 過度鮮細的話 我就會把 Middle 調大 然後再來 最後是調 Trouble 那 Trouble 的話 我通常會先從 就是 可能關少一點 開始往上調 然後調到就是說 大概 在勤用力彈的時候 高頻有出來一點點 就OK了 對 功能上 我覺得就是非常方便 地方就是說 它可以一次選擇 很多個 就是 很經典的音像音色 比如說我喜歡 它最喜歡它的 Clean 跟它的這個 Lead Channel 聲音真的是非常 就是你可能在很經典的 CD 裡面 聽到的聲音這樣 我個人認為它的聲音 比較像是 真的音箱 然後用麥克風收音 收起來的聲音 會比較像是有一種 就是唱片感 然後它上面的控制介面 比如說像是 調音器 那這非常方便 就不用再慢慢 就是去調 然後它的調音器 也蠻靈敏的 然後這顆按鈕同時 可以作為就是 Tap Delay 可以來控制我們那個 Delay的時間長短這樣 然後它這邊還有非常多的 Effect可以選擇 那我最喜歡它的 Reverse效果 因為它的Reverse效果 是雙聲道的 所以它的聲音 聽起來很寬妄 然後不會去搶到 你中間的 就是 位置這樣子 我蠻喜歡這個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